好 继续带你来看到 花莲县的蜜香红茶评鉴比赛呢 是圆满的落幕了 那么玉里镇的赤克山茶农 陈其红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绞交五个茶点来参赛 独得三面金牌的同时 也各拿下了一赢一桶的夹击 那么前任的镇长龚文俊 这一天呢是特别的来到这里来祝贺 创下评鉴赛的大满贯 陈其红笑着说 不只是为金牌 更是要超越父亲的唯目标 绞交五个茶样点 争夺花莲茶产业界 堪比奥运等级赛事的 花莲蜜香红茶评鉴比赛 陈其红一人就拿下了三面金牌 以及一赢一桶全雷打 而在镇长任内就会演独具 强力推广辅导 赤克山蜜香红茶产业的前任镇长 龚文俊立马亲自道府请贺 玉里镇赤克山茶农 能在206个顶尖参赛茶群中脱颖而出 甚至在十二面金牌奖项中 就独得三面的金牌 不仅前任镇长龚文俊 家人 尤其是父亲予有荣烟 也肯定陈其红的努力 要听 要看 他就是顾那个时间 看他走水的那个程度 我没有办法 会悠阴倒 会阴倒 这种我没有办法 这个红茶太难了 要时间控制很好 水分控制很好 20年前返乡继承一波的陈其红 在充分利用赤克山先天条件 远优于低海拔茶区的优势下 而至茶技术上 吃足了苦头 也下足了功夫学习 如今能够获得评审团金牌的肯定 陈其红对于赤克山茶产业的未来 也有信心 产自玉璃镇 吃科山七八百公尺 海拔的蜜香红茶 不仅有浓郁甘甜的茶汤 蜜香甜蜜 带有花果香气 风味堪称一绝 也欢迎消费大众多多支持 品尝成西红金牌蜜香红茶的好滋味 记者时预览 预理采访报道